原宵专场 在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五个玩笑声社 其实呢 这个笑声社只是三年前 五个光货儿 由于闲来无视 巨小山里的非法图置 但是呢 随着迷迷地观众们的厚爱 它一天天的壮大 声势也越来越广泛了 那么 尤其是今年呢 笑声社招飞买马 借了多少的好汉上山 我呀 就是那新入行的 孙二娘 别笑啊 今儿可是新人跳大梁 我可先脱不好了 不可乐也得乐 谁要是笑得不厉害啊 直接脱后台 待会儿咱这元宵 肉香 最大手说 咱们今天先 尽量一下 这相声里边收血动唱 第一条的 嘴皮子功夫 我们乡城社的新成员练得怎么样 有请乡城社新成员朱继 和我们的形象代言员陈正宗 谢谢大家来 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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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赏 赏 这形象 大家人家形象不如孙二年 我干嘛 什么形象 嗓子有点不在家 各位包包包 主要听听心人 啊 先去 先去 相声此门功课 比我儿子叫调话 咱们今天呢 隆重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 相声社的新成员 朱继 大家好 我叫朱继 外号伤识 旺大军 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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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湾相声社 普通话最标准的成员 就是阿拉 阿拉 你这台标准呢 那当然了 精字精语 我 听着这微信 我的嘴皮特别利索 哥子 你先别忙推你 我说的都是事实吧 你要怎么说啊 我逃你一段绕口粒怎么样 绕口粒 哎 这是咱们 你说相声的基本功 没问题啊 张嘴就来 张嘴就来啊 说吧 说 四是四是识 四是四是 四是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说四是四 识识识 四识识识 识识识识识 识识识识没影哭 只要把识识说成识识 就打谁识识 只要把识识说成识识 就打谁识识 来这个 就是这个吧 啊对 太简长了 我说一万遍不太错了 别吹ίνia 你听好了 听 说 试试试 试试试 试试试че است 谁把试试说试试就打试试试 谁把试试说试试就打试试试 没问 没说 超 번째 试就是试 试试试 说的清清楚楚 你这么说这辈子都不在书啊 我 我这个謝謝 merits 寻思求엽 还走这直 你看 你还有难一点的没有 有难一点 没错 要不怎么写的 我能挂B要准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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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听着这个 说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土 对对对对 说什么 说什么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哦 不吃葡萄倒土葡萄皮 那你现在有没有吃葡萄 有啊 没有吃葡萄 那你吐一个葡萄皮 给我看看 我上台给你掌的葡萄皮去 所以说 你说的这个 它不合理吗 哎 这 让我葡萄 可这怎么变的嘛 难怪你说了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葡萄一个 嗨 可跟我葡萄有什么关系 别人一个一个都吃葡萄了 就一个人还在这里 这么多年了 你说是吧 你讲的东西啊 要合理才对嘛 那依然你怎么说呀 吃葡萄 肚葡萄皮 不吃葡萄 坚决不吐葡萄皮 这才告诉什么呀 这样才合理嘛 你要合理 是不是 对呀 那我给你来这一段 这段合理吗 所有绕头面里就这一段最合理了 那你讲出来大家听听 说 好 扁蛋长板凳冠 扁蛋不如板凳长板凳 扁蛋不如板凳冠 扁蛋不如板凳冠 扁蛋放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蛋放在了板凳上 扁蛋不要扁蛋放在了板凳上 扁蛋不要扁蛋放在了板凳上 扁蛋放在了板凳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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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的很合理嘛 句句很合理呀 第一句是什么 扁蛋长 扁蛋长 诶 多长 这几个 这还要多长吗 那当然了 你自己说的扁蛋长哦 对呀 那你说一个国际标准扁蛋不得等于自己出来的 扁蛋要是国际标准呢 你的板凳长就完了呗 那可不一定哦 过去 学校里有哪种两个人做的那么长的板凳那就比扁蛋长哦 对呀 我说的是一个人做的团板凳 行了吧 那这个你要讲清楚才行的嘛 这都要讲啊 对呀 你怎么说呀 你就这么说 诶 比 短的板凳 长的扁蛋 蛤 蛤 废话 废话都说的比你清楚 下一句是什么 板凳 多宽 比窄的扁蛋 宽的板凳 宽 诶 这就对呀嘛 往下说 我没法往下说 不行了吧 你行啊 那当然了 要不怎么说我 一外巷 NachMen só 我цу这部合法最标准的成员呢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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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ance 女牛,你就这么向我说 那你听好了 你来来 比短的板凳,长的扁档,长 比宰的板的扁档,框的板凳 短的板凳,不如长的扁档,长 宰的扁档没有,框的板凳 哎呦,你一头汗 你再接着往上说 下面是什么 扁档绑在板凳上 什么,扁档什么 扁档绑在板凳上 扁档绑在板凳上 扁档自己绑了 你不加扁档的事干的时候 咱俩只手出来 把自己往板凳上面绑了 哎,我们是在书相声 不是讲鬼片好不好 这,这你得听我解释 你解释了 这套缝面 它是用这个 拟人画的手法写的 什么意思 就好比这个 扁档呢 它是活人似的 能说话,能活懂 哦,就跟动画片一样 对对对对,叫什么意思 跟动画片一样不行 怎么不行啊 太幼稚了 怪不得你说了这么多年的下诊 还是荒愤 你不太认真是吧